因有特女人正在给孩子更换尿片 由于没有卫生署 不管是女人还是小孩 她们只能用动物皮毛应付一下 换下来的尿片却被孩子当成了玩具 老布的妻子用牙咬的方式软化海豹靴子 为了防止硬化 又涂着一层海豹油 先穿上袜子 随后将海豹靴子套进去 有了这双鞋子 再加上妈妈精密的针线活 及时踩进冰冷刺骨的水里 靴子内部依然能保持干燥 春季的因有特人较为忙碌 各家各户都在制作独立的装备 孩子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玩具 大人在闲暇之余 会制作一些小工具 供孩子玩耍 将路径绑在一块木板上 转动的同时会发出奇妙的声音 小孩的快乐便是如此的简单 上次捕获的海豹 仅仅才吃了三分之一 北极的春季即使温度回暖 气温仍在零下二十度 寒冷的天气就游入一个天然的冰箱 即使食物吃不完 也不会立马腐烂 老布切割下一些海豹肉 妻子负责生活旁人 春季充足的苔藓可以作为燃料 让他们每顿都可以吃到顿肉 常年的辛勤劳作 让他们根本闲不下来 只要一有空 老布就会制作捕猎的装备 掏空的三文鱼是老布的工具包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工具 今天他要制作一把猎工 由于北极不是一植物生长 只能用吃生的动物骨头代替 长度不够 就用两根骨头钻孔拼接 一把小工不停的摩擦 能大大加快钻孔的速度 为了无缝衔接 老布用刀子刮去骨头上的杂质 虽然气温在零下二十度 但对他们而言 这时候的温度刚刚好 此时空气中散发着炖海豹的香味 妻子用骨头将海豹肉盛出来 由于北极无法种植蔬菜 春季的应有客人 只能依靠每天炖肉勉强度日 海豹肉自带咸味 煮熟之后肉质略带危险 有了这种口感 也是他们不选择直接生吃的原因 老布依然忙活着手里的工作 用鹿筋将两块骨头拼接起来 妻子用鹿卤包切割下一块肥肉 送进嘴里大口多 每天重复地吃着炖海豹 老布的儿子好像已经开始挑食 用鹿筋将拼接的地方 此时停接的骨头 已经有了弯空的雏形 最后老布将所有的工具收了起来 这个三文鱼工具包 老布已经用了近三年的时间 妻子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直接用嘴给海豹皮充气 充满气的海豹更容易清理 残留的脂肪会在晾晒的同时发生腐烂 妻子用锋利的乌鲁刀仔细地清理着 海豹的花花肠子也不会被浪费 充满气的海豹皮 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 老布的猎工也已经制作完毕 用力弯曲骨头 简单测射篱下硬度 将鹿筋编织的绳子绑在上面 鹿筋巨大的韧性 能大大增加猎工的力度 此时一把趁手的力气 已经制作完毕 猎人们用鸡血堆成一个血人 老布蹲下绳子扶身射击 很显然 老布的射击技术还有待提高 而阿华的丈夫却似乎非常熟练 精准的一击致命 此时冰面上的海豹都爬上来晒太阳 这正是测试猎工威力的最佳时机 猎人们拿着弓箭朝冰面走去 看来一场猎杀是免不了了